佛教常说的六道轮回到底指的是什么 实际上六道是六种不同的道 唐朝时期在玄奘带回的一系列经书中 有一本经书就揭秘了六道 更重要的是 这本书记载了窥探前世今生的方法 书中到底说了什么 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 带您欣赏更多精彩内容 六道在佛教里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说法 常见到让人误以为六道就是六道 实际上六道是可以细分为三种善道 三种恶道的 其中善道又分别是天道 修罗道 人道 恶道则是地狱道 畜生道 恶鬼道 天道与修罗道往往是并举出现的 一般来说 天人的寿命是以节来计算的 一个节换算成人类的时间 大概是1598万年 这也是说 一个天人这辈子能活的时间 大概是23亿3600万年 光是这个数字 普通人都是难以想象的 更不要说 把它聚化成时间的存在了 从这也不难看出 在佛教中 修天道的人是很有福报的 修罗道是连接天界的一脉 因而 他的福报也不小 但由于修慈道的人 生性要强 极度心比较重 因而他们的生长环境和寿命 也就打了折扣 天道与修罗道 虽然常常并举出现 但两界的干戈也是不小的 天人爱与这个修罗道的女性接触 只因为修罗道常出美女 但显然 修罗道的男性就不大愿意了 为此 两界经常大动干戈 或许有人会说 都修成了天道和修罗道了 还至于为了这么点小事 打架吗 事实上 天道与修罗道的福报 虽然不小 但本质上 依然在六道之中 就无法摆脱这个 七情六欲的控制 但是 相较于人道 天道和修罗道 怎么都是好的 人道非常危险 倘若一个修习词道的人 稍微欲望多一点 那么这一辈子 下辈子恐怕都得修习人道 继续经历生老病死 这一漫长的过程偿还 除开这三种善道 还有三种恶道 畜生道 顾名思义 就是做动物的那一道 在这里 你可以选择做个胎生动物 也可以做个卵生动物 虽然都是动物 但有些动物 可以成为百兽之王 有些动物 却只能活几个小时 进入畜生道 最难的摸过鱼 一旦成为一次畜生 就有可能 永生永世 都成为畜生 据阿婆谭纳经记载 佛祖在一次修炼的过程中 偶遇了一只老鹰 正在追逐一只鸽子的画面 当时 这只鸽子好像感应到了 佛祖的存在 于是就朝着佛祖的方向 飞了过来 在佛祖巨大光影的照幅下 鸽子不再感到害怕 然而 当佛祖的徒弟舍利子过来之后 他的影子也挡住了鸽子 此时的鸽子却又开始害怕起来 舍利子不大明白 询问佛祖其中的原因 佛祖说道 这只鸽子已经转世太多次了 足够分清楚 眼前人的修行到底在什么地方 相较于佛祖 舍利子的修行还不够 因而就无法为鸽子去除恐惧 于是舍利子就去参透鸽子的前世 结果发现 在他经历的八万次大劫中 每一次转世都是鸽子 人们常说 做人好难 想下辈子投胎做个猫猫狗狗 可实际上 佛教却告诉你 一旦去做猫猫狗狗了 那么不止下辈子 永生永世 都有可能成为猫猫狗狗 没错 这就是三恶道的威力 六道中的恶道 到底有多可怕呢 在佛教中 除了初神道 三恶道 还有恶鬼道和地狱道 相较于初神道 恶鬼道的众生更为机灵 他们有些是能听懂佛法的 是具有一定智慧的 但或许是聪明反辈聪明物 恶鬼道的众生 要比初神道的众生经历的苦难 还要多 恶鬼道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外丈恶鬼 这种恶鬼 骨瘦如柴 肚子却尤其之大 白天的太阳光 对他们来说是寒冷无比的 夜晚的月光 却又是炙热的 好家伙 感情这外丈恶鬼 是阴阳对调的产物 除此之外 他们还会经常感到饥饿 但奈何整个世间 能给他们吃的东西 是非常之少的 第二种是内丈恶鬼 这类恶鬼的身形巨大 四肢却出奇的小 喉管更是 对于他们来说 世间大部分的食物 都无法下咽 因此 内丈恶鬼也是常年挨饿 第三种是 饮食杖恶鬼 这类恶鬼呢 有充足的食物选择 但是 只要是他们所看见的食物 都会在下一秒 变成火焰 看到的谁 也会在下一秒 立马干枯 换言之 他们虽然可以吃很多的食物 但这些食物 都无法吃上 因此 这类恶鬼 只能吃自己的身体 恶到的最后一道 便是地狱道 这也是六道之中 最为恐怖的地方 在这里 有八道寒冰地狱 和八道烈焰地狱 在等待生前犯下大恶的人 来这儿 接受惩罚 惩罚的时间 可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 而是至少要经历几十亿年 每一种惩罚 都有可能让亡魂 接近冰死的状态 而又无法真正的死亡 因此 最大恶极的亡魂 就得反复地经历 痛苦到快要死去的过程 不断地去挑战 人的极限状态 不得不说 在这里 佛教对最大恶极的亡魂的惩罚 几乎是完美地诠释了 什么叫 让人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这一说法了 因此地狱道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狱 那么普通人又该从何得知 自己的前世 是从哪一道转世而来的呢 前世真的是可知的吗 佛教一部经典中 还真记载了 或知前世的方法 并且并不难 这个方法 就记载在大宝基经里 里面是怎么讲的呢 在整个佛教经典中 大宝基经的排名 就算不是前五 也得进入前十 这部经书 与其他佛教经典 稍有些不同的在于 他记录了如何判断前世的方法 由于每个人的性格特点 长相都不一样 因而这个方法就需要具体实力 具体分析 简单来说 如果一个人的前世是来自地狱道 那么这个地狱道的特征 也会在今生显露出来 开始讲这个之前 友情提示 当故事听听即可 切勿对号入座 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中 他的声音听着就会非常嘶哑 当他大声说话的时候 声音又会异常的尖锐 就像那坏了的锣鼓一样 或许你会说 这类人肯定很霸道 可实际上 前世来自地狱道的人是胆小如鼠的 除此之外 他们还会经常梦见自己被大火炙烤 被人用枪刺死等状况 换句话说 在梦里 这类人常常遭受畸形 倘若一个人是从畜生到转世而来的 那么 他的性格就偏向于迟钝 给人一种愚笨的感觉 做事也比较磨叽 有懒惰的倾向 平常喜欢自己待着 不愿意与人交流 与人交流就会想要欺骗别人 不爱说真话 做梦的场景往往是与土地草地有关 来自恶鬼道的人呢 一般是天生卷发 面色比较饥黄 酷爱研究吃吃喝喝 做人比较小气 抠门 与人结交也倾向于找比自己过得更差的人 一旦发现哪个朋友比自己过得更好了 那么 他们就会立马不跟这个人来往 那么 来自三善道的人会不会有些不一样呢 据大宝基金的说法 前世如果是来自修罗道的人 今生往往也是傲慢无比的 他们的脾气暴躁 遇到事情就喜欢动手干架 讲理绝对不是他们考虑的方式 仗着一身的戾气 就喜欢四处逞能 与此同时 这群人还管不住自己的嘴 有些话说的常常会让人以为 他们是不是在挑拨离间 而来自人道的人 一般就比较贤良正直 他们喜欢跟好人玩在一起 不喜欢与恶人打交道 爱好也是偏好 琴棋书画那类 羞耻心很重 道德底线在六道中 算是比较高的存在了 佛教认为 倘若一个人是从人道转生 那么他极有可能经历完这一世 就可以从六道解脱了 那么从天道转生的人 又是怎么样的呢 大宝基金认为 天道转生而来的人 一般拥有较好的容颜 整个人是非常的正直 人间的各种诱惑 对他来说都没有什么吸引力 这种人不管是在工作上 还是生活中 都是强者一般的存在 不单看出不同道转生而来的人的性格 还是区别很大的 最后再次强调 当故事听听即可 千万不要对号入座 一个人的成长是受许多因素影响的 这也是说 人其实是可以主动选择 自己想要变成的模样 当然 这需要花费很大的努力 才能做到 但千万不能妄自菲薄 而是应该正视自己的缺点 努力的改善它 每个人都能变成更好的自己 看到这里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